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类又该如何抢救水资源呢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影片 结果被渔王勾注于旗 大浪退去后 虚弱的小金鱼搁浅在沙滩上 游客在沙滩上发现垂死的小金鱼 大家合力将渔王解开 帮助小金鱼回家 小金鱼在途中遇见同伴 有的没有尾巴 有的没有起 金鱼长老们正在召开 海洋高风患 看到人类对海洋的污染 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可是小金鱼记得在沙滩上时 有许多善良的人类解救它 开会时 有的鱼认为人类是坏的 有的鱼认为人类是好的 最后决定投票 结果大部分的金鱼都相信 人类是有良心的 全球人类听从良心的呼唤 强益国际良心的宣言 并且在生活中实践 人类与大自然终于获得平衡 金鱼又回到海洋 快乐的唱着 海洋世界真明亮 希望良心的种子 可以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好人一起来 好事一起做 请一起响应国际良心的宣言联署 从气候变迁 农业 工业 和城市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以及许多水资源领域 遭受到污染等问题 大大的增加水资源短缺的危机 如何让水资源以干净 永续 绿色的原则来运行 今天我们邀请到处理水污染的专家 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议题 欢迎许博士 各位线上好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线上分享 我对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建议 我是水土宝石博士 也是一名环境工程技师 专长在水处理的污染整治 跟净化处理 让工商业发展产生的人为污染 降到最低 维护我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 不但让我们这一代可以利用 也有责任 让后代子孙永续利用 除了从事食物的环境工程规划 及设计工作外 未在大学兼课 传授专业课程 及推广永续工程的理念 联合国订定每年的3月22日 这是世界水资源日 World Water Day 这个纪念式是在1993年 联合国决议通过的 透过每年主题及宣导 提醒世界有22亿人口 生活在没有安全的水资源环境 约占全球79亿人口的28% 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缺乏淡水问题 应加强水资源的保护 政府有责任 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的规划跟管理 并且经由学校教育及政令宣导 提高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认识 是的 如何有效的规划管理水资源 让后代子孙永续利用 是政府和民间则无旁贷的事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们都知道 水是一个奇妙的物质 有看得见的水 如河水、海水等 也有看不见的水 像地下水、浮流水 然而水资源的议题这么广泛 我们要如何聚焦于一个议题来解决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每年的世界水资源日都会订定一个主题 今年2022年主题是地下水 而且强调地下水虽然隐藏在地表下 看不到 但却是无法被忽视的重要财富与资源 提供全球将近10%的灌溉的用水 还有三分之一的工业用水 许多地区唯一的水源就是地下水 也代表着生命的泉源 而台湾根据水利署的统计 地下水占全台湾总供水量的约33% 远高于水库的25% 但地下水早年管理松散 民间灌溉及养殖业为大中 为考量到安全出水量 总量限制的问题 造成全台各地产生地层下陷问题 包括彰化 云林 及屏东等地区 而沿海地层下陷 造成海水入侵 也造成国土的流失 但只要管理得到 控制抽取量小于地下水补助量 地下水是可以永续利用的 而且地下水本身就是一个小水库 也是缺水救济的保库 2021年台湾面临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中部4-5月公五停二期间 水利署利用备源深井及新枣88口深水井 每日供应11.5万吨的用水 成为抗旱及时雨 显示地下水在水源供应的重要性 当时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每个月由中横变道往返离山 那时的德济水库 是直接可以看到水库底部的淤泥 几乎快没有水排至下游水道 这时候水库许多水 都是依赖山区丰富的地下水源 补助到下游河道 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民生用水 当然啦 除了要避免超抽地下水 也要保护我们的地下水水值 事业单位要避免油潮 或化学品储潮泄漏 污染了我们的地下属 更不能违背良心 为了逃避稽查 而偷排废水到地下水层 由此可见 再好的政策 也要民众秉择良心 才能达成目标 刚刚许博士为我们提到的重点 良心与管理 有效的管理 也是需要民众的良心来维持 我们的资源才可以有效的管理与利用 在工作上 许博士发挥他的专长 带领他的团队 得到许多的奖项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做到的 以我个人而言 工作上也刚好与水资源有密切关系 除了设计污水处理厂外 水铺满 也设计许多景观优美的河川水质净化场 设计团队并获得水力署举办2020年水环境大赏 有氧净化奖的殊荣 目前工作协助我们台中市政府管理11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营运操作 让我们的都市污水符合放流水标准之后再排放到河川 甚至可以回收冲测或再利用到公园的绿地来浇灌 减少平时对地下水资源的抽取 而政府也积极在推动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放流水来供应工业用水 以作为替代水源减少工业制程对自来水的依赖 例如未来福田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可以供应台中港工业区最大量10-5万吨的放流水 而水南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可以供应1万吨再生水给中部科学园区 更是未来面对可能再发生的缺水干旱 及早因应准备 其实要做好这样的工作很简单 良心是关键 就是每一个人发挥自己那颗善良的心 时时提醒自己 管理好水资源就是对人类最好的帮助 所以我以此为准子来规划这些工作 我想是因为对环境的爱 希望水资源可以永续利用我的心被感受到 因此才能获奖的吧 我想许博士跟我们谈到一个重点 良心 良心是关键 就是每个人发挥自己那颗良善的心 时时提醒自己 做出对人类有帮助的事 良心真的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许博士会有良心是关键的体会 请许博士来跟我们聊聊 早期自己因为工作忙碌而忽略照顾自己的健康 特别是长期做办公室 走入膝盖会酸痛 身边亲友已经有严重到需要打针吃药治疗 让我解决到预防剩余治疗 才50出头 再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如何有体力来应付繁忙的工作负荷 而兴起了练气功养生的念头 而机缘就是这么的巧合 在大学同事的引荐 邀请我参加神器家族新春茶叙 当天在会馆大门口 就感受到一股满满的正能量 也对太极门师兄师姐之间 有如大家庭般和乐 及欢喜气氛深深感动 当下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要加入的团体 而入门后 更是进入了人生的保固 师父不但传授养生气功 在师父的带领下 势力推动 用爱与良心促进和平文化的理念 宣扬良心时代 是永续未来的关键 而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 水资源日益短缺 太极门弟子 也要发挥良心时代运动的精神 至于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从个人、家庭 乃至于从事与水资源相关的产业 都可以尽一份心力 自己有幸加入太极门 除了勤念、气功、爱自己身体以外 更学习到正向思考及转念的重要性 体会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勇敢接受挑战 以及休闲人生这一条道路的重要 例如工作上需要背标及投标 常常遇到业主加量不加价的工作要求 如果是用我之前的思考模式 一直认为自己吃亏了 被业主拗了 有种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一个骨气 就算拿到计划 工作时一定是满腹的牢骚 不快乐 曾想过一度要放弃投标 但经过转念及正向思考后 心里想 凭借工作团队过去累积的经验及知识 只要用心尽力去执行 反而是公司向上成长的一个动力 也让日后竞标的者知难而退 而我也借此鼓励员工勇敢接受挑战 目前计划也都顺利执行当中 最后也不忘记告诉自己 在世界水资源日 除了呼吁大家要节水 爱水及清水之外 我很荣幸将自己炼气养生 修炼心灵的好念 分享给大家知道 也希望大家为了地球的永续发展 能够擦亮自己那颗善良的心 为自己 为地球 散尽一份心力 听完许博士的分享 我们了解 原来一个正向能量的团体 对人的帮助有多么重要 太极门是一个古老的 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更以弘扬太极门文化 结合世界之爱和平总会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发起良心时代运动 希望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 说良心话 做良心事 发挥善的影响力 面对水资源 良心有多重要呢 我们来听听前内政部长 台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李宏元博士的分享 最近大家看到了 很多人类的危机 包括这次的疫情 COVID-19 包括去年加州的野火 包括澳洲的大火 包括所有全世界的这些大的灾难 然后包括现在台湾面临的最严重的缺水 对我们的经济 甚至已经变成说是一个国安问题 但是这些东西呢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 我们必须要探讨的是 什么原因造成我们今天 走到一步 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 一个末世 所以我们真的面对了 假如大家相信的话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东西 叫做末世 大概从2000年 公元2000年那时候 我就开始谈旗游变迁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太多人 了解我在做什么 可是2021年 我不需要跟人家谈旗游变迁 大家就都不会怀疑 这个真的地球已经变了 事实上一天120几种物种 从地球消失 这是很遗憾的 也必须告诉各位 人在后面排队 没有意外的话 很快会排到我 可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尤其是我们这些学理工学科学 大家都忙着去找最新的科技 我们要去做探捕桌 我们希望如何来延缓 这个末世的到来 我们如何做清洁生产等等 都在谈技术问题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 一个真正的关键 其实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我们科技太发达了 我们科技发达到 人变成一个优势的族群 那你既然变成一个优势族群 然后再加上你拥有这么多的科技 你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 那你没有办法约束自己 其实就最后造成我们今天 重大的灾难 所以要解决问题 其实它的关键不在科技 它的关键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做良心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良心我们必须要谈到是 人跟万物的关系 人跟地球的关系 人跟宇宙的关系 因为你要把这个宇宙的良心找回来 你有了这个良心 你就知道如何来约束自己 你就知道这个约束自己以后 然后你就会找到答案 所以我必须坦白地讲 这个全球机会变迁 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 所面临的最大的灾难 假如照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趋势走下去 没有意外的话 人类可以撑到2050年 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奇迹 因为只要温度上升到2度C到3度C 我们大概整个的气候都会失控 问题是那这样一个失控 就不是我们有办法承担的 所以解决问题 当然科学家有科学家该做了工作 我们工程师 由我们工程师该做了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回到自己 找到良心 但是你要了解良心是什么 而且我们要知道 而且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很感谢许博士和李博士的分享 在市局纷乱的今日 良心是解决问题的解药 在今天世界水资源日 空中讲座的最后 以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这句话 与大家共勉 并以一首歌曲 良心时代来齐勉 只要我们每个人发挥良心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好 更有希望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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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